试码最近又发了一个新的黑科技 那就是这个50-100恒定1.8光圈的黑粗长小钢炮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别的评测 说这个镜头虽然是APS-C的 但是它可以在全画幅上没用 那么刚一拿到手我就赶紧带出来试拍一下 挂的是这个A7 Mark II 然后把全画幅模式打开 这镜头其实还是挺重的 甚至是比70-2002.8还要重 不过中央那个锐度非常高 对焦呢用MC11转接环在这么暗的地方 有时候还是挺快的 尖太没关系吧 对啊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跟老太太一样 抓半天抓不住 给各位老太太观众道歉 我没有启示的意思 那后来又跑了武康路这个网红面包店 叫什么Farine 在室内光比较亮的情况下 对焦还是挺快的 然后就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又开始老太太拉风筋了 大头照 因为这边其实还挺暗的 所以放大看以后噪点还是挺多的 光圈一直是1.8 然后ISO是6400 像橱柜里面比较亮的情况下 这脚还是挺快的 而且比较准 然后就钻到后面这个餐厅 我隐藏的烧鸡 突然蹦发 往这边站 往前面站 不用往后面 站在我这个位置 你看你姿势都掰好了 对不上焦 然后等它慢慢 对上焦的话还是非常锐的 然后焦外也是比较漂亮 你一看到它如果跑过的话 就对焦特别慢 因为它要走完整个对焦行程 如果就在对焦点附近的话 还是挺快的 剩下来你们就随便看看吧 有一点忘说了 就是在全画幅模式下 100毫米是没有黑边的 但是50毫米有那么一小圈 不过检材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黄红筋是什么 你找那个IBC出来啊 对 这就是黄红筋